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外面吃饭 各式各样的山珍海味 都可以尝遍 可是有一种滋味 在外面花再多的钱 也没有办法取代 那个就是叫做 妈妈的味道 那么今天我们的帅哥 特别来宾许腾芳 他在国外的时候 当然就会想念他妈妈的味道 可是他的妈妈 真了不起 是料理界的名师 我不知道我们的傅传老师 有一个这么帅的儿子 好 今天他们母子两个 就要来做亲子料理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学看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傅传老师 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 而且我们傅传老师 以前是现代新宿派的常客 对不对 可是这一换都十年了 对 十年了 你的妈妈比十年前看起来更年轻 是 气色更好 对不对 所以说 是因为你孝顺吗 应该有一点点关系 我都不好意思讲 这个儿子真可爱 好 那今天这个可爱的儿子 那么对于妈妈是一个 这么有名的料理界的名师 你有没有什么压力呢 压力 怕吃胖的压力 是吗 真的 那她做一些料理 应该是叫你先吃 对 她很常叫我 你吃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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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吗 可以 那你自己会做吗 我自己有 独当意念吗 可以吗 家常小菜可以 真的可以吗 名师的孩子通常都很差 是吗 你会吗 我可以把自己喂饱 等一下 我们就让妈妈 跟我这个今天做阿姨的 坐在旁边 好好的看看你的功夫 好不好 没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的副作者老师 要教我们做的料理是什么 就是他最喜欢吃的糖醋丸子 他最喜欢吃的 一定要自己会做才行 真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是 糖醋丸子 材料有 豆腐300公克 红萝卜末20公克 碧芹6颗 面球6颗 大番茄丁一碗 碗豆仁一大匙 香菜一根 硬瓜两片 调味料有 面粉两大匙 砂糖一小匙 盐二分之一小匙 番茄酱两大匙 白醋半杯 水一杯半 好 我们看今天妈妈准备这么多的材料 藤芳你也要动手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帮忙压 你压 要把豆腐你压 等于你把水压 要不要一个大的碗 要一个大碗 要一个大碗 好 来 大碗就给你 对 他要不要手套 不需要吧 不需要 因为还要砸过 好 来 把它压过 怎么压 这样压 你就把它压水 怎么压 压水是不是 就这样压 就按摩 是 按摩 要把他压水 是 是这样吗 对 把他压水 来 其实在家里面不太有机会说 是 没错 让河方在厨房跟着你 真的 那我看男生都是这样 他希望他在家帮忙 可是我看他回到家 就翘着二郎腿在那边 妈妈做好了没有 那是因为从小 妈妈都习惯煮好了 是 真的是 这是我的错 应该不能这么说 如果肚子饿的时候 就继续帮忙 还是会 总共会去帮忙 对 希望 希望食物能够快点出来 就继续帮忙 需要帮忙吗 要吃什么饭 对 需要切什么台 对 等不及了 对 他会讲 今天吃什么 其实腾芳在国外求学的时候 是会响恋妈妈的味道吗 当然会 因为在国外宿舍 我们吃的东西真的是 不能言语 而且就是那个 就是外国食物 外国食物 快速完成食物 像马铃薯 水煮 萝卜 其实羊丸叶还是吃不惯 再加上你从小就已经吃了 这一位名师所做的料理 对 我的口味被他养大了 好 那么像他这样子压 然后妈妈在切那个是什么 那什么 那个叫什么 米籍 碧茄 薄茄 我想问你小孩看他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甜蜀 这倒是甜蜀 甜蜀 那些是甜蜀 那些是什么 那些 那些就是 马蹄 你要说马蹄 对不对 也要认识 他应该没有看过原来的面目 对 他那时候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我每次三个月去看他一次 三个月 我三个月去看他 你真爱你儿子 你真的是 去国外 三个月去看他一次 结果你看 他每次就抱怨给我听说 他住在学校的校长他们家 他说他校长的太太很爱吃 都把自己喂得很大 结果他自己都吃不下 我听到这些笑 其实是外国人吗 外国人 老外本来就比较容易胖 你看我们吃的都高热量 非常高热量 其实那个正在发育期间的孩子 离开了妈妈的身边 在外面求学 真的其实吃的东西实在是觉得 妈妈好心疼 那你去的话会帮他准备一些料理 我都会带东西去 大部分都会叫他说 我去朋友家 叫他们回来 去朋友家 我就在朋友家煮给他们吃 就希望大家一起 跟他哥哥一起 大家就在一起这样 哥哥也在外面读书 他因为不住在一起 哥哥跟他不住在一起 是 你们在国外读了几年 六年 还蛮长时间 我先回台湾了 我哥哥在国外待了十几年 对 你回来是因为要想妈妈吗 那时候是因为我觉得 在那边的生活没有很喜欢 所以我选择回台湾 你是学什么的 你说大学吗 对啊 学商的 学商的怎么会进入原因 演艺圈 好奇妙 好 妈妈现在切的是什么 红萝卜丁 红萝卜丁 对 这个是 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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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弟弟知道吗 弟弟 你不是叫弟弟 弟弟知道吗 想要不要叫硬瓜 不知道 腌的像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花瓜 酱瓜 你知道吗 酱瓜 酱瓜知道了 但是有一种叫咸咸的 事实上它的 它也是叫月瓜 就是说一般闽南语 就是人家南部有种植叫月瓜 月瓜 月瓜 那就是下去腌 下去腌 把它腌过来 你先用这个调味就对了 对 弟弟有吃过吗 这个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对 其实食材要尝一下 对 你尝尝看 这咸咸的 让你尝一小口 这个 你就知道 味道 不要多 对 有鹹吗 很鹹 很鹹 我喜欢 你喜欢 这个配味 那个提味 这个把它加进去 对 你看 妈妈就把这个樱花把它 对 它的这个按摩按完了吗 按差不多了 来 再一次 用汤匙 用汤匙 它还需要再继续按摩什么 不用了 再把这个我现在把这个 面球 就是面筋就对了 面筋啊 面筋要就把它泡水 泡完就把它加进去 是外面就是卖炸的面筋 还要泡水 泡水把它多加进去 再来拌对不对 对 加进去 这不用揉了吗 不用的 不用揉了 不用揉了 等一下加点调味料 就可以下去炸 好 我们让弟弟去洗个手好不好 你去洗手 好 来 去洗个手好了 好啊 妈妈讲 来 我来 这个放进去 就是弟弟去洗手 然后我就来帮代替他的位置 是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 把这些都放进去 好 放进去 放进去 你女儿回来几年了 她 事实上她是高中毕业以后 她本来要在那边读大学 是 那我问她说要不要在那边读 她回来说不要 她要回台湾读 她是高中毕业人 对 她初中出国小毕业 小留学生 原本要求是她到去读一个日本 就是日本人开的一个大学 她有提供奖学金 她不要 她不愿意 年妈妈的回来了 年妈妈的回来了 来 交给你 我跟你 趁着你们不在的时候 在那边讲说 所以你是回台湾来念大学 对 为什么 那时候很辛苦 真的她会台湾读大学 就要考大学就让她去考 她那时候是补鞋班补书 你大概只有英文考高分吧 你认识 作文考零分 整个爆料 她很好 很正常 她起来 一个老外 在外国小 在国外读书的小孩 回来要写国语作文 道庄句 道庄句 对 国语作文都道庄句 都英文的道庄句 应该大家都看不懂该写什么吧 应该没有那么夸张 我也有看金庸小说长大了 你有看英文小说 但是 那边还好后来就是说 她在原来的后妈那边 后妈有要求就是说 她要 每天每个礼拜要写一篇中文 对 对 就叫她练习中文 所以还不错 后来找后妈就还不错这样子 叫你写什么 就写一些文章 写类似要给家人的 或是你这个礼拜的一些生活感想 日记或者是一封信 对 对 好 现在妈妈帮你把这个豆腐 弄好 我们开始要下去炸这个丸子 对 等一下那个我要 这朋友要做糖醋的 可千万不能够 对 你都不知道 听说妈妈的饮食习惯也在 改变中文 我是要吃素吃了大概五年 而且后来让家人就是 几乎在家 我只要在家几乎都是吃素的 但是他们都爱吃 对 他们都爱吃 对 不会像就是说你家说吃素怎么不好吃 我就让他觉得说这是不是跟吃素没有差 后来我妈妈就习惯了 你习惯了 你刚开始不习惯吗 刚开始我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说不出来是什么 对 很容易没吃饱 好 刚开始 你刚开始 后来习惯了 我也跟着妈妈的饮食习惯去改变 我以前吃蛮重口味的 后来因为妈妈的关系 慢慢的吃比较清淡 所以妈妈她不只是现在尽量在 就是说在家里面做的是素食 她自己吃的口感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也劝她说在外面不要吃太重口味 妈妈就是现在今天做的是一个 比较清淡的素的丸子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现在是几乎是用掉了一颗番茄 等一下做糖醋 好 用番茄来做 来 我们开始来炸一下 那个面粉 面粉来 面粉 好 我还要给你一个什么大的盘子 这个需要 丸子 丸子 这个不用拿手套没关系 就直接球 其实抓 对 你刚刚已经抓过了对不对 抓起来你变成一个小球 你这个不会做 我没有教你 就这样子 就把它滚一下 这个真的它应该不会 好 那你来滚好不好 我来弄你把它滚 滚完就下去炸 好啊 那它这个滚家来讲会不会有点困难 炸东西 炸东西不要用丢的 我要用开火 开火了吗 是 要开大火 是 好 现在要开大火了 好 那东西要用 轻轻的 轻轻的 你可以用那个 你小心 不要去 你可以用汤匙下去放 来 我给你一个大汤匙 来 来 这样子比较安全 我怕你真的是 其实不容易 你想想现在年轻女孩子都已经很少下厨了 根本不要说男生 可是我发觉好像男生喜欢做料理的不少 是 而且现在很多男生很会做 真的是 是 我发觉 陈芳 你家里面有一个这么棒的宝 你跟着妈妈学一些素的料理 你将来可能是我们演艺界里面 唯一会做素食料理的男生 是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对 对不定还可以主持素食料理节目 真的 还可以跟爱真姐搭配 他我就坐在那边吃了 不错 看我妈要不要传授一点八宝书 你只要肯学妈妈一定愿意教 对不对 是 对 没错 而且妈妈现在比较怎么讲呢 她不再花一些的时间去做出版了 是 所以她不太出书了你知道吗 对 有她跟我说 对 如果家里有人愿意学她当然愿意教 是 没错 对 为什么就是说会去吃素 而且现在也不太把那个心思 放在出版上面了 因为妈妈觉得说年纪大 应该走修行 慢慢这样 修行的路 所以而且你的修行方式是 就是让这个静心 对 你还在上班对不对 是 那怎么怎么怎么修 就是利用晚上 因为就是 就是晚上就是 大概人家大概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坐下来 就是 因为那时候就在那边打坐 就类似去 静坐 静坐 看自己 内观 内观 自己 只要去 就是调呼吸看内观 对不对 让自己定心 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先等那个炸丸子 妈妈要不要去洗个手 好 我去洗个手 好不好 麻烦一下 不要让它撕那个 不要让它 手指上 现在用大火是可以吗 还是要调小火一点点 好 准备起锅 对 有些起锅了 好 那我来捞 我来捞 捞起来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好不好 那火会太大了 对 好 我来 我们来捞起锅 好 现在那个 我跟你讲 大厨不在 我们两个人乱搞 怎么行 快快快 速度快 动作快 不然烧焦了 操一担 我跟你讲 等一下谁负责任 小声一烈 赶快关火 再过关 对 我跟你讲那个黑的怎么办 黑的就把它 藏起来 把它吃掉 都把它吃掉 我跟你讲 然后趁着妈妈还没回来之前 我们先倒吃一个 先倒吃一个 好 身为儿子一定要做的事情 偷吃 对 偷吃一颗 然后我们把颜色最丑的 先吃掉 多几粒 好 几粒 好 很烫 很烫 所以我把它切拌 切拌 好香 好香 吹一下 不要烫到 那我先吃了 吹一下 如何 烫不烫 怎样 烫死了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 不会 OK OK 这样 好好吃 我第一次尝到 不是 被发现了 不是 他不会想 你们两个偷吃 偷吃 一颗 好好吃 好好吃 有味道 外酥 内软 然后 这个时候如果撒一点椒盐 就已经超美了 可以用椒盐 但我们要做糖醋 外面的糖醋就要下去 稍微完成 我来换锅子 好不好 要换锅子 很简单的 不简单 因为要教它们 所以要用简单的方式教 是 你现在会了 刚刚炸东西也都是你在炸的 本来是要用一点油下去锅 我想说不要 不用油 比较健康 因为番茄 番茄酱照说应该是要放点油 好 一定要用放点油 要这样不会焦吗 不会 妈妈用的是小火 对 要小火 刚刚炸的油还是要放一点点虾 因为番茄酱它要 它是油溶性的 还是要加一点 就是它 加一点油好不好 一点点 因为变炭乌萝卜酥才可以洗手 好 OK 好 其实真的你要跟妈妈学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 因为这个酱就是 因为我本身比它讲究营养好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 去考虑到说它 我们不是光这样吃 一定要怎么样让身体做了半天 你吃了半天是对你身体有用 所以说加油可以让 贝塔胡萝卜素释放出来 A就是属于油溶性的东西 那就让它下去拌一下就好了 其实你今天要先讲 你对料理会有兴趣吗 有 还是会有 对 因为我自己爱吃 对 只是有点懒 有点懒 对 我不会真的很饿 然后突然想要吃什么 才会自己下注 再加点白醋 对 加点白醋 我之前就跟我妈学咖喱饭 咖喱饭其实不容易 对啊 咖喱饭 第一次自己做发现到有点失败 为什么哪里失败 就太稠了 太稠就是狗狗 狗狗的 狗狗 对 后来有一次回去家里就 叫我妈煮一次给我看 对 偷削起来 偷削起来 就削到了 嗯 好 然后你看 现在妈妈呢就是把这个 这个糖 这样很快就差不多了 好 糖好 加点点盐巴 好 那这个 这个豆等下再弄上去一点点盐巴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成品的盘子里面 是 盘要叫成品 那就弄一个好看一点的盘子 来 你负责把它夹进去 那你还要帮忙切点香菜 还要切香菜 好 那它会切吧 连香菜都不会切那就 对啊 那就不行 对 那个当学徒要先学切菜 不叫做切丁 那叫做切末 切末 怎么切末 这个叫做 你刀子 什么 艾珍姐你可不可以教它 它会不会 它这样切对不对 自己乱学 不是 它有摸索到一点点 对 但是那么 你这样切 可能会切到不知道民国几年 对 下一档戏都已经快杀青了 你还没切完 还有一点来 我跟你讲 切的时候手一定要这样子 你这样就不要看 就不会怕切到手 手要 手要用里面嘛 它这样顶车 顶那个 顶包子 这样多一点给它切 好 给你切来 后面的 给你切来 先去先买是不是 是啊 差不多了 这边可以 这样吗 好 好 慢慢来 刚开始一定要慢慢来 这个丸子都可以放 真的 你要是没演戏的时候 在家里面 真的就开始练厨艺 可以吧 懂得料理的帅哥 真的很吃香 那我再放一点 那够碎吗 可以 可以 放一点点豌豆仁 这样 真的是比较漂亮的 好 然后 差不多了 那这个碗碗放进去了 来 碗碗放进去了 来 碗上去 把它这样子 给它这样子 来 这样去 OK 好 好 许天芳这一道 便宜淋上去 那湯是吗 来啦 好香 粉丝 好了 好了 都弄了 好了 妈妈来用 教一下嘛 教一下 从中间淋上去 淋一下 它都会淋到 淋到的东西 每一样都要给它 对 好香 你看 而且那个色香味 真的好棒 有口水了 看起来 来 加点香菜 撒下去 加点香菜就好了 是你最爱吃的 好 我们就来吃吧 吃吧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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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醋丸子 做法是 豆腐压碎 壁起拍碎挤干水分 加入切碎的面球 红萝卜末与硬瓜末拌均匀 将碎豆腐捏成圆球状之后 粘裹面粉 放入炸锅炸汁金黄色 捞起备用 炒锅倒入蕃茄酱 蕃茄丁 环豆仁 橄楼鱼 鱼水 一同炒熟 再加入砂糖 白醋等调味料拌炒 最后淋在丸子上面 并撒上香菜就可以了 赶快 赶快 开动 开动 已经这个真的忍不住了 应该 外酥内软耶 不错 很好吃 它和酱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整个味道提出来了 妈妈做得比较清淡 可是香气很浓 所以说 如果说他们年轻小朋友 喜欢吃的话 可以再撒一点什么胡椒 胡椒也 起司粉呢 起司粉也可以 是一个创意 小孩子很喜欢吃起司粉 也是可以 对 加到里面去 用起司是加到里面去更OK 你就是说用起司加在那个 线丝加在那个 豆腐里面 对 这样下去炸起来味道更棒 炸起来还会爆浆 对 炸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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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起 对 炸起 好 今天你算是 你在家里帮忙 但是没有帮到像今天这样的状况 没有 今天做的比较多 对 今天做的比较多 好 还不错 会洗碗 洗碗洗 基本的 我是负责事后跟事前工程 那也是很需要 但是能亲身参与 真的 感觉不一样 未来的会做料理的帅哥 希望有这么一天 太好了 一定可以了 家里这个宝 千万不要放过他 好好的娃娃宝 好不好 我就要收三 不然妈妈就真的不交了 金盆洗手太可惜了 所以要传承 对 好 好 我们谢谢 我们谢谢藤芳 谢谢 伯晓老师 谢谢 大家先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谢谢 谢谢